在前作的基础上推出高水准的续作方法有很多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质量相应2》、《刺客信条2》和《神秘海域2》 这些作品的改进方案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加入了有趣的游戏机制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优秀的任务设计 从而给玩家提供了多样的游戏体验 而地平线西之绝境同样包含上述特点 在2017年令人刮目相看的前作 地平线林之曙光的基础上 续作不仅为玩家们带来了一场惊心动魄 同时充满着各类爆炸场面的冒险 同时游戏加以大量额外内容和任务作为补充 结果表明地平线西之绝境将会是一场 有着众多奇妙内容的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旅程 即便本作在某些方面依旧出现了和林之曙光一样的问题 但至少地平线西之绝境回应了五年前玩家们的呼声 并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和以前一样 埃洛伊需要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完成某项重要任务 他将要与众多人物建立起模棱两可的关系 在这趟旅程中 玩家能明显见到人物关系的转变 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转折 这样的体验将会贯穿玩家的游戏流程 直到埃洛伊旅程的终点 不用担心 这趟旅程可不短 以我个人的流程体验作为参考 我完成了相当多的支线任务 用一种自认为是以比较平缓的节奏 完成了游戏的主线任务 算下来大约花了32个小时 在如何构建一个后起事录世界 和在如何讲述一个连贯好故事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Gorilla Games这一回算是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答案 在制作灵之曙光的过程中 制作组有许多庞大的想法 但在实际的表达过程中却出了些差错 而到了西之绝境 游戏一直在避免陷入和前作一样的困境 大部分情况下都在尽可能用惊炼的方式 向玩家讲述故事 而在关键的情节中 游戏使用了引人入胜的大场面 同时还严格控制了不同的角色们的戏份 以防人物过长的戏份导致画蛇添足的情况发生 但由于背景较为硬科幻的设定 本作开篇的叙事部分有点美中不足 为故事的开场起了个不太好的头 不过到了故事发展到引入新的威胁 和西之绝境主线故事的展开 故事的节奏则开始变得明朗了起来 游戏故事的高光表现 可以说是远远盖过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西之绝境中 玩家将直面这些人物的发展变化 以及部落之间的政治与意识冲突 这些故事所带来的体验 远比漫无边际的及其信息碎片要好得多 诸如此类的亮点还有很多 例如某个任务中 有一个有点笨拙 但非常讨人喜欢的发明家 他一直致力于寻找祖父留下的珍贵遗产 埃洛伊的旅程会与这些人物故事产生碰撞 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令玩家难忘的故事情节 值得注意的一点 作为续作 本作丰富的剧情内容 能给玩家提供充足的体验 但从西之绝境入坑的新玩家们 可能会对前作中 埃洛伊因其自身使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会产生一定的隔阂感 得益于编剧的深厚功力 游戏用巧妙的手法 将这些有趣的角色引入并介绍给玩家 即便认识这些角色后 我依旧会关心他们的后续发展 而演绎角色的演员们也十分敬业 人物的效果生动逼真 动作全面 充满丰富的细节 且不会令人感到出戏 即便是偶尔出现的小角色 都能演绎得十分到位 而考虑到游戏流程中 遇到的众多的新面孔 这对于制作组来说 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儿 陪伴在埃洛伊身边的配角们 也做得很好 像是在游戏开场 埃洛伊的老朋友 来自诺拉部族的瓦尔 她的陪伴很好地体现了 埃洛伊与她的战友情 同时也见证了 埃洛伊的个性特点 相比起灵之曙光 孤独的冒险旅程 这些配角的演出 为本作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另一边 安吉拉·贝塞特和凯瑞·安莫斯 为本作带来好莱坞级别的演出 但归根结底 游戏的最大亮点 还是我们的主角 雅丽士·波奇饰演的埃洛伊 作为西之绝境一切事物的核心 波奇充满自信 并潇洒地承担起了 埃洛伊这位角色的重任 在重要的纷争时刻 展现着自己的能力 同时在故事的深情时刻 闪耀着角色的人格魅力 而说到纷争 西之绝境在动作场面上 表现出前作前所未有的电影般的体验 震撼人心的大场面 搭配着精心设计的场景 和恰当的运镜 而到了对话场景 细微的动作捕捉技术和镜头运用 让这些角色能更好地做出合适的动作 并通过细节表达出 更多更深层次的情绪 虽然这可能不像 《最后生还者》第二部一样 能给玩家带来英语的感受 但西之绝境 还是能够牵动各位玩家的心弦 在茂密的草丛中埋伏好 悄然接近并发动攻击 前行击杀将会使玩家面临众多敌人时 避免陷入更多混乱的最佳方案 毕竟 即便面对那些非致命的机械兽 在数量众多的情况 依然会给玩家带来不小的威胁 正如最好的防御便是进攻 和灵之曙光类似 本作这些机械兽也有着许多弱点 玩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与它们展开战斗 就拿爪步者来说 这类机械兽有着极高的攻击欲望 擅长用其具有破坏性威力的尾巴 来攻击玩家 而对策也很简单 装备撕裂剑直接击碎它的尾巴即可 充分了解对应机械兽的特性 和多样的攻击方式 在进攻过程中摧毁机械兽身上的武器 来减少它们的攻击方式 再利用冰火酸等元素持续攻击 并最终解决 这么一套战斗循环体验 即便玩了几十个小时 依旧能乐此不疲 灵之曙光的战斗本就精彩 而到了西之绝境 本作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更多内容 例如新的武器和弹药类型 并且体验更加灵活更加丝滑 例如能够引发爆炸的标枪投掷 便是埃洛伊武器库中 新加入的上手武器之一 将其扎入到机械兽体内再引爆 可以给机械兽造成可观的伤害 我发现在对抗西之绝境中的某些巨兽时 这几乎是一件必备的道具 其中不少战斗都拥有极高的质量及规模 直逼许多其他游戏在结局时才能达到的水准 精湛的原生配乐也在游戏全程中发挥到了极致 战况危急时能听到动态感十足的噪音 灵之曙光的管弦乐主旋律副歌处也添上了干脆的电子乐 埃洛伊的主武器依然是多种版本的公语剑 若想掌握自己的武器 关键之一要学会将它们混搭起来 以确保武器轮盘上有我们所需的每一种元素的伤害 关键之二是要明白熟能生巧 只要勤加练习就能学会如何射中那些高速移动中的目标了 本作中的机器生物依旧设计精美 如今它们来到了西方还将继续各显神通 机器生物移动时所展现出的速度与力量感也无比惊人 堪称奇景 当然了玩家并没有什么机会停在原地 直勾勾的盯着它们向自己冲来 但只要我们在脱身逃命之前短暂进入慢动作时间 就能欣赏到它们张开血盆大口 每个齿轮部件吱吱作响的样子 在剧情接近尾声时 灵芝曙光的游戏难度也相应提高了 而西之绝境也大致如此 游戏后期有几种机器生物极具挑战性 我们别不选择只能一难而上 相较于前作 埃洛伊的技能数变得更丰富了 可以让我们精确定制自己喜欢的游戏风格与方式 在本作六种可选的技能数路线之中 我将大部分的技能点加在了猎人路线上 以此来最大限度的升级我的弓箭强度 同时增加专注能力的效果 该能力可以减慢时间的流逝 我们还能在每条技能数上 解锁全新的特殊技能 勇气浪潮 并在战斗中间歇性的释放 真正做到扭转局面 例如渗透者路线上 就有一种前行类的勇气浪潮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让我们的角色隐形 从而轻轻松松的伏击那些毫无防备的敌人 在西之绝境中 我们还能在建筑物和植被周围灵活前行 因此与成群的人类敌人战斗时 游戏就更具有活力与动态感 本作中近战强度也有显著提高 对埃洛伊而言 近战变得更可靠了 更关键的是也变得更有趣了 舞动的长矛能击溃前面的敌人 可解锁的组合剂 还能为游戏增加额外的深度 总体来说 埃洛伊脚步轻盈 出手却相当的重 操纵它进行战斗的体验极佳 除非你正被碎岩者逼得无路可退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虽然本作没有完全采用 塞尔达传说旷野知悉里 那套可以攀爬任何地方的设计理念 但玩家们依然能获得相当高的自由感 这都是多亏了全新的扫描能力 该能力可以帮我们找到 岩壁上的落脚点 而通常情况下 总有一条路 能通往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相较于灵智曙光 这无疑是一处好的改进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2022年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太多的自由攀登 将前进路线限制在预定落脚点上 确实让人感觉有些过时了 本作还增加了全新的抓钩 不过它并不像此前光环无限 或是正当防卫里的抓钩 那样能够彻底改变游戏的玩法 在西枝绝境里 它并不算是在开放世界中 带着我们四处穿行的跑途装备 而是更像一种来帮助玩家迅速脱险的 用于解谜或战斗的工具 地平线西枝绝境 是我所玩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游戏之一 在这里 美丽的自然景观和骇人的机器生物 彼此和谐共存 清脆的丛林 无垠的沙漠 雪白的山峰 还有如夜晶般冲上沙滩的浪花 这儿的景色数不胜数 说真的 西枝绝境美得我甚至想要爆粗 这部游戏怎么能这么漂亮 在略显平淡的线性教程部分结束后 游戏的活力便迸发而出 玩家们也能开始放手唱完了 显而易见 这次Gorilla Games 打从一开始就花了许多时间 力求打造一个更加有趣的开放世界 能够体现这一想法的 莫过于本作中的定居点了 与灵之曙光毫无生气的同类型设定相比 新的定居点普遍有着显著的进步 游戏中有许多内容等着我们前去探索 每处地点都是那么美丽而独特 这其中就包括一个相当惊艳的地下场所 那儿坐落着一段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观察 在我近来体验过的游戏里也是最佳 在聚落里我们不仅可以补充资源 从商人那里获得新武器和新装备 还能揭取大量的支线任务 这或许是昔之绝境进步最大的益处方面 与之相较下 前作中可选的支线内容就选得极其有限了 而且重复性也相当高 本作的支线任务要有去个上千百倍 长度也都不短 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出自无名旅人之口的一次性请求 它们都能巧妙地融入主线剧情之中 支线剧情会大大丰富玩家的游戏体验 尽管我们不总是能主动做出选择来改变其结果 我还是会觉得自己正在改变周遭的世界 因为我就生活在这里参与着发生的一切 在这一方面 我不仅想起了《巫师三里》那些次要的任务 我们不单能享受到一段愉快的游戏时光 还极有可能体验到一段让人心满意足的故事 或者取得特殊装备来解决眼下的麻烦 一路上玩家会遇到各种奇特的角色 每段支线任务的奖励也都各有不同 这就意味着游戏的重复感很低 在一个布满了目标记号的世界里 我们却少有觉得在做重复劳动的时候 这确实可以算是大功一键了 支线任务之外 游戏中还有一连串的内容可供玩家体验 像是清扫叛军的营地 寻找各类收藏品 在竞技场测试自己的实力 前作中的场景兽也正式回归了 在这么多新内容中 我尤其喜欢那些一物一迹 它们是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谜题关卡 充分考验着玩家们的心智 有气极了 其中几处一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完全破解 就像是把迷你版的古墓丽影 移植到了遥远的未来似的 《巫师三》的影响力 还延伸至了本作的迷你游戏 机器斗骑上 这是一款策略类的桌面游戏 就像昆特牌和刺客信条 英灵店里的秘密之戏一样 让人上头 本作中 我们的行动可不仅仅被局限于 地图上的众多目标记号之间 作为玩家们漫无目的 四处跑图的回报 随机事件会发生在世界各地 为游戏增添了几分真正的探索感 类似事件也能进一步建立起 世界上自有因果循环的感觉 让玩家觉得自己的行动 会造成后续影响 例如当我们从胸卧的机器生物口下救出某人后 就会在定居点重新遇到他们 对方还会感谢艾洛伊的救命之恩 在这一切之上 还有许多内容等着玩家们去发现 许多事情等着玩家们去做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想再多剧头下去了 那么多的角色 生物 地点 在很大程度上 只有亲眼见识过西之绝境的模样 才能品味到它的真正魅力 地平线西之绝境 成功地结合起了出色的战斗玩法 一流的生物及角色设计 还有引人入胜的开放世界 这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杰作 同时也充分展示了PS5的强大机能 一方面来说 前作饰品的回归和自由攀岩的缺席 不会过分影响到游戏体验 可另一方面来说 本作也确实缺少革命性的新设计 这难免让人有些沮丧 不过无论如何 西之绝境整体还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 大步迈进 我也与埃洛伊一起 度过了无数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毫无疑问 他必将成为本世代电子游戏中 最伟大的角色之一 Gorilla Games又一次超越了自我 只要能在这条轨迹上继续前行 相信他们终有一天能突破地平线 甚至突破天际 越走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